日本贸易逆差扩大至8年最高 日元贬值推升进口成本 习近平与普丁通话前 中共亲俄副部长被调职 美亿元提法案禁止石油出口至中国 乌克兰谈判代表指出 乌克兰每天在敦巴斯地区 作战负伤人数多达上千人 死亡人数约在200人至500人之间